好,再來很常見的提醒 你在國一上的應用問題 不就一直看到什麼兩位數怎樣怎樣嗎 有點囉嗦的提醒 有一個兩位數,十位數字是A,各位數字是B 好,每當我看到這個樣子 當我看到這邊,我就會開始先寫了 我會把它畫一個框框 然後這個叫做A,這個叫做B 先寫起來 OK,好來,開始第一個 它說什麼,它把A跟B之間放入一個數字叫做7 所以我們要重新排列 這裡有三個數,對不對 A跟B之間放了7 得到一個三位數 所以它叫做A,7,B 那這可以怎麼表示 就好像今天543 這個5叫做500 這個4叫做40 這個3叫做3 廢話,對不對 所以你怎麼做 那個A你要記得把它乘上100倍 所以就是100A 加70 再加上什麼 B 所以第一題的答案 就這樣表示 好,第二個 如果我在A的前面補上一個數字2 得到一個三位數 所以那個數字叫做什麼 2 這裡是A 這裡是B 這裡是B 這裡補一個2 所以2AB 就好像比如說257 所以它當然的表示方式叫做200 A在10位數就是要乘上10倍 然後這個叫做B 好,所以200加上10A加上B A 就是第二個答案 就是第二個答案 第三個 它說 允潔所得的三位數的兩倍 與勇 勇所得三位數的七倍的和 好,換句話說 我就是要把這個人乘兩倍 加上這個人乘七倍 好,所以題目是這樣 2倍的100A加上70加上B 好,再加上7倍的勇嘛 勇是200加10A加B 乘進去等於200個A 小心喔 加上140 加上兩個B 那7乘進去會是1400 加70個A 那最後7乘B,別忘記 加上7個B 那等於多少呢 A的部分是200個加70個 所以270A 那B的部分是2加7 總共是9個B 那常數的部分是140加1400 所以是1540 好,所以270A加9B 加1540